就在9月13日 著名的游戏评分网站M站进行了大改版 除去对网页的UI优化之外 还将作品的好中差评 以三种颜色比例直接显示 对于作品的好坏更加的直观 最重要的 它改变了对游戏评分的计算 降低了小媒体评分的权重 让评分更加的真实 也正因为如此 MC游戏历史评分95加的数量 仅剩64个 而有史以来最好玩的游戏 也进行了大洗牌 前20名被阿尔辛和任天堂核展下12部 塞尔达传说史之迪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历史第一 而GTA4则来到了第二位 灵魂卡里布尔来到了第三位 然后二星的大量作品排名猛涨 那个名字五从第九位涨到第五位 而此前徘徊在20位左右的荒野大标客 以及GTA3也分别来到了第四位和第十一位 塞尔达传说矿语之息则来到了第六位 马里奥系列的排名则有所下降 而今年发售的王国之类排名则一路飙升到了第十五名 看来今年的年度最佳已经内定了 而他本年的竞争对手博德之门3 也以同样的分数排在第四十三名 其实2023年的游戏MC评分都没有什么变化 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和博德之门3 依旧保持了96分的均分 虽说如此 新的打分机制出来后 星空却一路降到了84分 直接凉凉 不知道新的排名出现后 是否符合各位心中的期待 你心目中的那款游戏排名又在哪里呢 还不打在弹幕上 目前游戏指南阵也在发起多流星孵化计划 将为国内的游戏开发者提供资金和行业资源等支持 如果你正在开发游戏 那么欢迎私信联系我们 我是卫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